这个门已经彻底打开了 10点52 又回到这里 阿根田的小朋友都很白白嫩嫩的 大西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虽然 有点严肃 但其实人特别特别好 然后后面我跟他交流 他就很亲切了 开始还有点冷漠脸 我问他 我说我想在巴西多玩一段时间 我能拿到多长的签证 他说 他给我5年的签证 让我21号去拿 今天是17号 那就是下个礼拜 哇开心 10点钟 5年 一次性可以待90天 但是待完90天还可以 再待90天最长可以待6个月 哇拿到再说吧不要开心的菜 在是下午的5点半 再过一个半小时我就要离开这里 去到我次行阿根田的大休息站 不以诺塞丽丝了 在这之前取到了我的护照 拿到了5年的巴西签证 但现在我整个人状态不太好 因为我在这里这几天突然浑身过敏了 我不知道是被虫子爬了 还是我被蚊虫叮咬了 就前几天是腿上 手臂上 骑小疙瘩 还能够应付 但是从昨天开始 就是身上是沉片的骑了红疙瘩 而且骑养男人 我在几个小时前有吃我的抗过敏药 缩雷塔丁 但这个药性只持续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那些骑养男人的小疙瘩 又从我的脚踝两侧 蔓延到我的小腿内侧 又到我的膝盖 现在已经快到我的 现在已经到我的大腿了 所以我整个人状态非常的不好 而且再过一会儿 我就要乘坐19个小时的过夜大坝 我不知道在车上会不会更严重 如果太阳的话 整个人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在这个之前 先把我今天的 要给大家分享的视频录了 也就是关于巴西签证申请的一些经验和攻略 在这次呢 拿到我的巴西五年多次签以后 我终于确认了 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边境 阿根廷的伊瓜苏港区域的巴西领事馆 申请巴西签证确实如前面我看到的攻略所说是全世界最简单 最快捷 最便宜 最稳定出签的巴西签证申请地 那你到这一来申请巴西签证主要有五个步骤 一在巴西的官网上注册并上传材料 二到领事馆提交材料 三到银行缴费 四再回到巴西领事馆领取回职单 五领取你的签证护照 那在这个当中呢 第一步你必须要先登陆巴西的官网 进行你的个人资料注册 那在这个注册的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地方 都是基本的个人信息填写 总共有六个页面 你顺着它的要求和步骤 一步一步往下完成即可 没有带信号的可以不填 到最后一步会生成一张 带有条形码的申请表 你将它保存下来并打印 此后要甚至其他材料一起带进去的 在这个填写的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困难的个人信息 而且使用谷歌的浏览器 你可以直接把页面翻译成中文 所以有语言障碍的小伙伴也不必担心 但这个要强调和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 在最后一个页面 仍然需要大家上传五项资料 分别就是护照首页 白底的签证照片 一张在白纸上签名的照片 这是三个主要的上传材料清单 其他的材料当中 你需要附加的 就是你近六个月的信用卡 银行流水账单 不需要翻译 和你的出入进机票 这个出入进机票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妄想混过去 因为是必须要上传的 那你的酒店订单 在这里是可传可不传 那准备好这五项材料的一个照片或者TDF 你整个申请就算完成了 到最后一步申请完以后 保存好你的资料 准备好以下的文件 护照原件 一张两寸百里的证件照 打印出来的签证申请表 出入进机票订单 前五天的酒店订单 信用卡原件和正反面复印件 近六个月的银行流水订单 现在还需要新冠疫苗 完全接种的二维码证明 就可以去到领事馆 进行现场申请了 其中信用卡没有原件 你和工作人员说明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的信用卡就已经被偷到 不剩一张了 现在信用卡朋友给我带过来 但是在这里我还没有拿到 所以我就给现场的工作人员说了 他说没有问题 你提供正反面 在一张纸上的复印件就可以 在这个里面大家不要忘记 把信用卡反面的安全码误掉 那准备好这几项材料 就不需要预约 带着他们直接到伊瓜苏港的主街道 离开这一个车站很近的小房子的 巴西领事馆处上交你的材料就可以了 在现场工作人员会首先 拿到你的申请表 去到他那里的房间 再往上确认你上传的材料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再确认你携带的纸质文件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的话 你必须回去重新上传和打印 之前是可以在现场上传和打印的 但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场是不能答应你 不能上传 所以请大家按照他的材料清单 准备好各种材料 就免得你来来往往 好好挤趟浪费时间 毕竟伊瓜苏港真的很热很热 所有的材料没有问题 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付款单 上面有写附近的一家银行 你领事馆大概600米 你带着单据去到银行 带着你的阿根廷笔索现金 缴款领取回支单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付款美元现金 但是美元现金 依旧是150美元 我不知道阿根廷笔索 现在汇率在领事馆 到底怎么样 这一次我只交了9500笔索 两个月前有一个小伙伴 也在这里办理了 但是他缴纳的是15000笔索 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还有点忐忑 他到底是不是给我的五年多次 因为9500笔索折合成人民币 只要300块钱不到 所以之前在国内因为有过申请 巴西签证的经验在当时是150美元 我就内心非常忐忑 当我把我的付款证明给到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给到我一张回纸单以后 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 他就很肯定的告诉我 就是五年多次往返 我心里面当时特别特别的欣喜 但是很奇怪他把我的护照还给了我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收取我的护照 他竟然跟我说他忘了 还是要把护照收回去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停留 三天没有护照的时间 就不能做一些过境的行为呀 或者使用护照的一些活动 在正好三个工作日以后 星期一的上午十点 我准时去到了我的护照 签证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到2027年的五年多次签 之前有看到其他小伙伴的攻略 最快的是上午给材料 下午就领到签证 或者上午给材料 第二个工作日就拿到签证的 所以这边的办事效率还挺高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其实申请的人没有那么多 大部分来旅游的 要去到巴西的 其实都可以正常往返 而且如果你有 在有效期内的阿根廷签证的话 没有巴西签证 你也可以到巴西那边去进行 伊瓜苏瀑布的一日用 总之呢 我这一次就是非常顺利的 拿到了我的巴西五年签 之前大概是三四年前吧 我在上海申请的时候呢 是整整等待了两个礼拜 150美元签证费用 而且只拿到了三个月的有效区 当时我要上交的材料也挺多的 各种工作证明啊 财产证明啊 还有你所有的文件都需要翻译 挺麻烦的 这一次就没有想到这么简单快捷 那2018年呢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曾一度传出 要颁发一项三国联盟的签证 也就是说你如果拥有这三个国家当中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 你都可以在有效期内 多次自由进出这三个国家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 但不管如何 今天我拿到了最物廉价美的 五年巴西签证 说不定在接下来几年就有好消息待了 那我今天给大家的经验分享就到这里了 因为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 所以就不多说了 我们布宜诺斯爱丽丝再见 过去 那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